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读佛经 用什么样心态去听经 那就真的要向麻明菩萨所说 语音离这三种心 听经布卓一人说想 布卓明字想 布卓行元想 这个人叫老师听 这个老师听会得电 会得三昧 会开悟 大吃大悟 有这个机会 如果桌下呢 桌下全变成指示 你把这个音乐统统都收来了 一位是自己的 光修多文 记得很多 阿赖也变成了资料库 收藏这么多资料 你要想的 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 干干净净 那是诸佛菩萨 那是个会议学的人 会听的人 心越听越干净 越听越明亮 就赶紧放光啊 光越放越大了 可是把东西听得通通 记在阿赖也实里头 都入了资料库了 那就没有这种能量 它不会放光 这种方法是秘诀 这佛法叫秘藏 它太神秘了 没有人晓得 还有这么一招 这一招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观众说 感谢观看